就是打碟跟打鼓全部都會來 那時候我就很想要 因為這五個有點嘻哈的歌 我就很想要一個很大的大鼓 所以我就想怎麼樣都調不出來 後來我們就研究 跟路斯研究一開始發現 因為我拿了一個 我就說為什麼跟路斯都可以錄出那麼大的大鼓 為什麼我們都錄不出來 因為他那個鼓是訂做的比較大的 然後我說不是我想要一個大鼓 然後他就說那個鼓子 我說不可能啊 我就沒有那麼大的大鼓 後來路斯就說可以啊 我們就弄一個很大的鼓 然後就叫助理 反正就我們就搬了兩顆大鼓 把他串在一起 現場看起來很愚蠢 真的很愚蠢 因為看起來兩顆鼓併起來像一個隧道 很像在開玩笑 但真的是一顆非常大的鼓 而且他因為他太大 所以一踩下去的時候 我跟他打了一滴絲 但是我就是 無願地錄到了我要的大鼓 就整個過程是非常非常好玩 這是我專輯裡面最大的一個大鼓 在你們分享這一個有趣的事情 你們不一定會覺得有趣的 就是聽一聽也是覺得不錯也是一個經驗 但總之呢 這是一種拓荒精神 就是什麼事情呢 就是不要覺得就是做不到 還是要試試看 我就是這樣子過每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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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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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